第十题 A 关于1 热可可降温会放热 环境吸热 因此公园温度会上升 若热可可降温5度C 公园就会升温5度C 这个用平常的生活经验就知道 这个说法当然是错的 我们的公园是一大堆的大气层 所以我们把它设为所谓的热库 也就是会吸很多的热温度不上升 放很多的热温度不下降 那么或者我们简单的说 这外面的质量很大 因此它的温度变化会很小 所以不会热可可降温5度 公园就会升温5度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关于2 铁乙和木乙的温度是相同的 只是因为铁的比热比较小 所以容易降温而摸起来比较冷 这当然是错的 它的前半句说 铁乙和木乙的温度是相同的是对的 因为它跟空气达到热平衡 但是老师上课讲过 我们也看过影片 那么它之所以会摸起来比较冷 是因为铁的传热比较快 不是因为比热比较小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关于3 阳光的热传播方式是辐射 这个是对的 基本上太阳到地球中间 是太空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它是靠辐射把热传到地球上来 所以选项C是对的 选项株 关于4 空气为热的不良导体 后棉被应有孔系塞满空气而能保温甚至发热 若拿后棉被包住冰块 将会加速溶化速度 这个是错的 我们 这个 空气是一个热的不良导体 所以它能够隔绝我们的热量进出 所以它能够达到保温的效果 但它并不会发热 那么隔绝热量进出那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 所以冰块也会不容易融化 而不是会加速它融化的温度或者融化的快慢 所以选项株是对的 第十题问我们说 分析此人的日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关于3 阳光的热传播方式是辐射 我们下期见